今天在现场 消极会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合作 到各大贩售通路随机购买10件燃料膏商品 针对主要成分及中文标示两项检测 抽烟结果10件有两件的主要成分 不符合商品标示法规定 我们为什么这一次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呢 把我们常讲的酒精膏 把它证明为燃料膏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事实上燃料膏的主要成分 是以甲醇现在为大宗 当然也有一些是以二醇 有一些是乙醇 所以如果说是乙醇的话 我们会比较放心是因为它的毒性 它没有毒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最主要是里面都是有甲醇 那甲醇的话事实上是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然后再来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燃料膏在燃烧的时候 它的成分是甲醇 那甲醇基本上面它的火焰是非常非常淡 基本上面如果说是存甲醇 它是没有火焰的 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明火 但是你不知道它烧在哪里 所以大家在消费者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你会看到下面因为它的纯度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它的下面也许会有点黄黄的火焰 但是事实上在上面的那一部分 其实它还是有火焰 所以实际上这个是会比较危险 那再来就是它整个在那个 现在我们大概就会像美女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现在在火锅店 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然后就直接添加在补充剂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实际上常会看到消费者也许在用餐的时候 因为加进去或者是有些时候小朋友好奇 就直接把水泼上去把它灭了 像那都非常危险 都会产生所谓的爆燃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里面 消费会就会特别的来呼吁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针对这个燃料膏 我们再推广一次就是一次性的使用 然后如果说是用完的话 应该是另外换一个容器的器皿 而不应该是直接用添加的方式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我们尽量在通风的环境下 因为毕竟它的燃烧不是这么完全 会有一氧化碳累积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储存的时候 是必须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然后尽量避免跟强氧化剂在一起 OK 药杆的话 它实际上它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以上是消费会的说明 谢谢 关于燃料膏 要做这样的标识 那本次燃料膏商品 标识不复的规定有四件 就是向氏三 向氏四 向氏五 还有向氏八 那么关于标识不复的规定的部分 另外也有一些品项 中文标识不符合商品标识法规定 包含有商品标识酒精膏 但主要成分标识为甲醇 与名称不一致 另有商品为标识原产地 制造商电化 以及为标识注意事项等用语 那我们的检测方法 是依照CNS8523 含甲醇制品中的甲醇检验法 来检测它的主要成分 并且确认 是不是跟它的这个标识有一致 那并且依照商品标识法 查额它的中文标识是有符合规定的 那检测的结果是在实践中的产品 是有事件不符商品标识法的规定 那其实这个燃料膏的部分 它在使用上因为是明火 所以它有一些这个危险性 所以经济部有规定 从这个108年6月开始 这个市售的燃料膏 应该依照商品标识法的规定 就是它要有一些警语 那个警语就是说 如果你要补充本产品 那建议就要直接更换器皿 再添加本产品 以免发生危险 那针对这个查核 我们检验结果不符合的事件 大概它主要不符合的情形 是说它的商品名称 还有它的标识资讯 还有它的主要成分含量 跟它的标识不一致 比如说有两件产品 它的这个标识是99.9%的甲醇 那实际上我们测出来之后 大概66.8% 那另外有些产品 就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产品其实因为明火 它有一些风险在 所以有两件产品 它没有依照这个商品标识法的规定 去标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相关经理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个产品上面 它有标识这个酒精膏有两件 那事实上因为它的成本都是假存 所以它如果标酒精这是不符规定 那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在这个制造日期 有效日期 原产地等等这些部分也有缺略 它总共是事件不符合的商品 综合以上各位专家学者的这个说法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我们所陈列的这一些燃料膏 大家可能平常我们在外面 你们会看过 这什么厂要看过呢 你可能在小火锅店 或者是在一些台菜海鲜餐厅 有一些部分的这个菜肴需要加热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看到 那这里今天这个 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一个说法 我们调查了目前市面上这些燃料膏 其实主要的成分 调查这实践 成分主要成分都是甲醇 那甲醇刚刚有如同 我们麦教授说明的一些风险性 必须要在注意使用的时候 必须要通风良好 免得产生这个氧化碳 而且这些燃料膏它在燃烧的时候 有的时候火焰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分辨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虽然看起来说 现在没有火了 可能要请店家你再来补充燃料膏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火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更换燃料膏的时候 必须一定要注意就要更换那个气 不能够再把燃料膏添加到原来这可能你认为它已经熄灭了 其实它还在继续燃烧的一个气氛当中 在过去曾经多次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危险 造成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个店家员工的一个伤害 我们这边特别的要提醒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商家是要以这个燃料膏啊 直接可以添加在原先的气氛当中 请你要记得提醒商家不可以这么做 或许员工的教育训练不是很足 但是我们消费者必须要知道 因为这个是攸关到你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请店家来更换燃料膏的气氛 而不要直接把燃料膏添加在 添加在你的这个已经在使用的气氛当中 主要就是过去曾经发生了许多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这次调查的这个结果 其中有这个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我们调查的都是甲醇 那有两件的结果 那它标示甲醇的这个成分是99.9% 而其实不可能 因为甲醇如果说成分达到99.9%的话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呈现出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膏状的这个燃料膏 所以不太可能 那么因此这个标示成分甲醇99.9%的 显然是错误 那么其他就是关于中文标示 就是比方说 虽然成分是甲醇 但是它其实它那个品名上面写是酒精高 那如同刚刚麦教授所说 酒精其实是乙醇不是甲醇 所以这个品名的标示 也与实际上产品的内容不符 那刚刚蔡司台也说已经有请这个业者 必须要更正 甲醇挥发性高 无色 易燃且有毒 对眼睛容易造成刺激 接触到皮肤也容易造成发炎及过敏 因此以甲醇为主成分的燃料膏 使用上药特别留意安全危害 包括避免透过呼吸及皮肤进入体内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